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边有一个来自北京 家里还有几套房的朋友 小编打赌看官 您的心里 多多少少 都会有些借慕他 李真贤的少年时期过得顺风顺水 1999年 年仅19岁的他不仅考上了全韩台名 第七的韩国中央大学 还成功发行了后来红遍亚洲 乃至现在仍具有影响力的个人专辑 Let's go to my star 其实李真贤早在上大学之前已经出道 诸葛人专辑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一个初出茅庐 当他进娱乐圈 什么都不懂的少女了 在李真贤十六岁的时候 他就出演了电影花瓣 在电影中半丑的他竟然还怪一样 凭借着这部电影一举拿下了青龙奖等多项奖项 这是多少人都达不到的成就 李真贤作为一个新人 仅仅凭借着还未经过雕琢 还有些青涩的演技 竟然就能将这些大奖收入脑中 可见这个小姑娘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说来也奇怪 斩获多像新人大奖的李真贤在那之后 并没有迎来想象之中的一套儿童 找上门那不是想邀请他出演影视剧的导演 而是被他升线所吸引的唱片公司 几经思考后 李真贤签约了音乐公司 并行动 迅速的在1999年 就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李真贤的专辑已经发行就大火 而这个开挂少女又凭借着新专辑 几乎劳括了所有韩国音乐类的新人奖 面对这样的李真贤 小编只能掀上膝盖 提到李真贤 你最先想到的一定是他的小指麦克风和扇子舞 这两个动作早就被烙上了李真贤 招他几个大字 直到现在 韩国很多娱乐节目都会模仿他 这些动作甚至已经到了被拿来当高校梗的地步 李真贤影响力由此可 建议班 有网友评价李真贤是仅次于中蹈梅雪 拯救华语歌坛的第二人 这种说法的由来是因为李真贤的很多歌曲 都曾经被中国歌手翻唱过 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反应 大家所熟悉的由郑秀文演唱的梅飞色舞 就是翻唱了李真贤的画调 而梅飞色舞也成为了郑秀文的经典之作 这样看来 90年代的花与乐坛功勋章 李真贤也可以分一杯拿 2004年 韩国国民歌手李孝丽大飞 女歌手不断涌现 李真贤在韩国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一直都是用自损性唱法 每次遇到高音都需要私权声带 再唱歌得他渐渐招架不住身体劳累和嗓子劳损带来的病痛 虽说李孝丽比起李真贤还差点标志性 但大家也不得不承认 在更新换代飞快的娱乐圈 属于李真贤歌手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后来的李真贤也曾经试着转战日本 中国 但反响都一般 在歌唱界选择停工休息 的李真贤转战影世界 大家可别忘了他 可是在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就凭借着惊人切妇 节拍第一部电影就拿下青龙奖等大奖的人 有之前的演艺经验做铺垫的李真贤 在以世界也混得如鱼得水 2015年 李真贤凭借在盛世国度的爱丽丝中的出彩表现 丽亚神志贤和韩啸珠再次青龙丰厚 再一次验证了世金字 到哪里都会发光的老化 前段时间 双宋夫妇大婚 曾经和宋仲基在电影军舰岛中有故合作的李真贤主动请英为新人婚礼 现唱自己的景点曲目化掉 没曾想因为歌曲名字不尽如人意 一代歌后李真贤惨遭拒绝 双宋夫妇竟然拒绝掉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天后现唱 简直是不知珍惜 去日 38岁的李真贤被媒体拍到现身机场飞往西班牙拍摄时装杂志 年近40的他在镜头里 却让人看不出有丝毫变老的意思 衣着简单 白皮配牛仔 外皮一见唇色会开山 干净如他 可能因为出道得早的原因 小编一直以为李真贤怎样也是不武的人 没想到女神李真贤如今才38岁 眼看就要过四十大关 后半生就要看起的李真贤 什么时候能找到让他幸福的另一半呢 本厮村婚团可是蠢蠢欲动 在出道是占尽天使地利人和的李真贤 其如今虽然没能在歌谈长青 但努力磨练演技在影视方面屡多大奖 得他一出道前22年 这22年来李真贤经历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也懂得了娱乐圈的残酷 绝世歌姬 青龙以后 已经获得多项顺柔成人生赢家的38岁 李真贤现如今所表现出来的与世无音 当然模样让人更是欲罢不能 让我们一起期待李真贤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字幕志愿者 李真贤